大家好,我是這一次展出的體理之心藝術家陳造培 那很高興可以在王道銀行的藝廊展出 那我的主要創作媒材是水墨 我是體頂之心無窮為營 那我一樣是水墨創作 那主要的媒材是捐本跟水墨 這次的展覽想像象徵真實所帶來的作品 我們的創作都是以人物為主體 那透過彼此的關心以及對自己的一個觀察 那探討情感、生活跟精神、心靈與個人之間的一個相互關係 人是我們最熟悉然後頻繁接觸的動物 有時候我們會對人感到非常陌生或者是不了解 甚至對自己疑惑不安 那我們透過敏感的觀察來感受與想像連結 使用大量畫的符號與畫面的流動感 來象徵我們複雜情感下的真實感受 我的作品有兩個系列 一個是《隔去生活》 那另外一個是《人物訪談計畫》 《隔去生活》 這個系列刻意將人物色調定為黑白墨色 彩色部分是圖案畫的表現 靈感來自喜歡看的雜誌 參考雜誌人物的穿衣打扮 也藉由觀察雜誌去思考圖像與人物的關係 是不是穿在身上的任何圖案其實就可以代表自己 我將人物幾衣著都用黑白去描繪 再將身上的花樣延伸到背景空間 作為一個彩色的呈現 在背景延伸當中 特意將圖案明確地一格一格去填色呈現 讓它變成可閱讀式的圖案內容 又不是那麼的一目瞭然 但又在意識中可以清楚意會辨識的 又透過人物的安排及空間的陳列 讓整個畫面具備衝突感 又帶出一點點的趣味性 人物訪談計畫系列創作過程中 每幅作品都會在下筆前 與我想要描繪的人物進行訪談 透過一些問題的對答 文字影像的記錄 在整理消化這些資料後 在創作過程中去構成我對訪談人物的理解 作品內容主要會呈現人物的影像 圖案則是由文字所轉化而來的符號 將我對人物的探索 用描繪的方式呈現 這系列一樣是黑白人物 墨色與彩色圖案的交會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我嘗試的一些紙張的表貼 或是裝布料的搭配 讓每個媒材都能符合 該件作品的內容及風格 去挑選適合的花紋呈現 我的創作是對於現在科技的經過 還有資訊量的爆炸 然後還有加上疫情關係 我們其實人跟人人之間的距離 其實是拉長的 可是礙於科技的介入 讓我們在空間上還有時間上又壓縮 那會有點真實跟非真實的一種 很曖昧很模糊的一個界線站 那我想要透過這樣真實又非真實的一個 內在核心 然後去傳達出我的創作的內涵 那在我的這一系列創作裡 我的人物跟畫繪是主要的構成 那畫繪的部分其實我想要表達的是 我們人的一種抽象性的情緒 具象化 然後透過人這個肉身載體 傳達出一種可能喜怒哀樂的情緒 可能是悲傷或者是開心 在創作上我的表現型是有人物跟花卉 那花卉主要是代表人的一種抽象性的情緒 應該說我在創作上我覺得情緒反而是一個很真實的存在 那人的肉體反而是一種是虛假的一種存在 所以我想要透過這樣有點曖昧的一個關係 然後傳達給觀者 那情緒其實是很真實的 那如果你要說情緒是怎樣的形狀 我們是無法形容的 所以我利用畫繪的部分將情緒具象化 那我將情緒化為一種真實的存在 反而將肉體化成一種虛假的一個載體 然後想要傳達出情緒 其實我們人是被情緒帶著走的 那我透過這樣的創作核心 那我也利用我的媒材想要營造出一種真實非真實的 那其實真實跟非真實的話 那我們會馬上想到是一種夢境的概念 那夢境的話 是一種我們腦內 你在做夢的時候你會覺得是非常真實的 可是你醒來卻覺得 欸好原來是假的 所以我想要透過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將我的創作的表現形式 也讓它可以停留在那種夢境般的一種存在 那我覺得用夢境來定義 我的創作可能會比較沒有的那麼精緻 所以我想要先用一個 意直空間這個概念 然後先為我的創作的這個形式 做一個小小的定義這樣子 那我也透過媒材營造出那種 好像時間是流逝的 可是又非流逝是凝住的 那我覺得這個媒材是非常適合 我的創作想表現的訴求 那可以從我的畫面看到 除水染它是在水面上承載的油墨 然後把它直接拓印在紙上 那這樣的部分 它其實是有點 應該算是它流動性 可是我們瞬間把它沾起來 所以你在畫面上會看到好像時間的流逝 可是卻沒有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特別 就像夢境一樣 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然後時間好像是 我不知道那時間的定義是很快 還是很慢 我們無法抓住 可是在夢境上 你是一直停留在瞬間 可是你醒來的時候已經過去很久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一種技法 跟我想要表達的部分是很像的 那這個部分就是在我畫我的創作中 是一直反覆會出現的部分 那最後我就是用我的比較一般 就是算是水墨的部分 描繪方式 將我的人物跟花卉結合在一起 那我也希望我透過這樣的表現形式 可以讓大家看到我的創作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